这身飞天还是比较传奇的一身飞天 因为这个01年 我们这世故还被盗过一次 就被盗说就是这个飞天 其中的一身就是他 我们这有个牧民 他家的草场就在这 每天骑个小毛驴 顺便看羊的时候 看看这法族都好人没 那时候人特别少 路上那个过去一个人 他那个脚印啥的 他都观察得很仔细 一年给他500块钱 他就看着呢 结果第二天他就马上发现 这有人来过 有人干扰过 瓜家成立专案组以后 这是飞天大案嘛 嗯 就说他就是其中一身就是他 哎呀是失而复得啊 这一件呢 就是包括这十一件 就是说是修复的时候 春春花了两年时间 文物里讲的是修旧如旧 那个这个飘带被凿碎以后 这就不能再修了 这以后看不到了 对对对看不到了 这个还有飘带的 这个还有飘带的 对啊 他就看不到这是后修的 他们当时偷到就直接上去 把它给脏下来 对对从后面缠下来的 所以咱们要拍好这个飞天呢 这是国宝啊 看这个飞天的时候 刚才就说是有个视角点 老师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啊 而且东下升来 这个点点要低啊你看 点要低 这时候飞天呢 才能飞升扑向您的怀中啊 哎哎哎哎哎真的是 对吧 像我扑来啊 对飞升这个速度感 你看那种凌空飞舞之感 那是无可比拟的 它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微自行 而且是这种身体长而腿短 其实不严 这就是一个视角点 一定要在这个位置 您在这跪拜的位置 您看他的时候呢 飞天呢才能飞升扑向您的怀中啊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古人这个宿相之音呢 他也想了很多 你要是不信佛的话 佛菩萨也不看你 这个三尊佛像里面 这一尊好像特别不一样 他的脸是消瘦的 他是讲的是苦修效 嗯 你看他的肌肉 这脸上的肌肉的感 他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嗯 做得很到位 嗯 你看透过袈裟 都能感觉他很瘦弱 从哪里来表现呢 你看就是他这个气概骨 你看比其他所想的 要更尖锐一点 嗯 很细致啊 对很细致啊 他好像就是虽然这个修苦行啊 对 但是这意味着他修行的境界 对对 能够看出他面上的这个 他正在享受修行的这个喜乐 对对 是吧 嗯 很满足 很沉静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两身这个 嗯 这两身菩萨 你看 哦 天上 他说就是有个接引的意思 就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是想到最好处啊 就是意思大家快来看 不要操作这么好的时间 这么好的机会 嗯 嗯 从后的佛的远方 他比佛小吗 你看 佛的远方 从天宫中 呃 探出半截圣来 对 对